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看的主题是回归分析 那回归分析已经算是蛮进阶的统计主题了 我们之前在做统计的时候呢 都是在检定 用中央极限定理啊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去检验信赖区间啊 或者是计算他的迅速统计值啊 那这是大概从其中考之后 我们的重点就是迅速统计 中央极限定理 平均值的估计和检定 还是估计和检定 好,变异数分析 OK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回归分析 这个主题比较不一样 前面的主题都是几乎是在做检定 那这个主题呢 他是在找一条线 这条线可以符合那些数据 尽可能的符合那些数据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就会比较清楚 好,那 在R软体里面做线性回归的函数叫lm Linemage 那lm这个函数呢 他可以做单一次变数的回归分析 也可以做多次变数的回归分析 如果有点问题的话 那各位可以稍微小色一点 谢谢 好,那我们可以做单一次变数和多次变数的回归分析 那用lm这一个函数 ok,那lm怎么做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原型 lm,formula formula是一个公式 回归的公式 那资料集 后面呢 这些参数我们通常不见得会用到 都是一些选择新参数 那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就是lm y和s的关系 然后把sy这个资料集放进去 那sy是一个frame 是一个框架 举个例子我们 如果 这样子做的话 他是做单变数 如果今天做lm y跟s1和s2之间的关系 那他是做两个字变数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执行看看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打开rn0 首先呢,我先取个样 从1到10里面 取后放回的方式取25个样本 那我们就可以把s列出来 这是25个样本的结果 接下来呢,我利用一个固定的线性方式 来做出y的样本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y的样本 ok 他完全会补合这个线性公式 也就是1加3s 1加3s 那这时候我们列出y 你会发现 我们有两组数据 有两组数据 如果把这两组数据呢 画成 画成闪点图 那你会看到一个状况 这两组数据画成闪点图的结果 ok 你会看到他都在一条的线上 都在同一条线上 因为我们的设计就是y等于1加3s 所以他一定会在一条写率为3的线上 而且拮据为1 拮据为1 写率为3 好 那 现在如果这一组数据呢 我想对他跑回归分析 对他跑回归分析 那会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要做回归之前 所以我们要先建立一个GRADE 方价变数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方价变数 他就是一组 包含S和Y两个栏位 那每一个S都会对应到一个Y 这样的一个方价变数 好 那 这个方价变数呢 我们如果对他跑回归分析 这LM就是回归分析的函数 我们来跑一下 好 这样我跑完之后呢 我可以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型 那你就会看到 他的细数是1 然后拮据是3 OK 拮据是1 细数是3 也就是1加3s 1加3s 所以他跑完的 回归分析里面就已经告诉你说 OK 我们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线性回归值是1加3s 那这是不是跟我们 原本所用的公式是一模一样 是一样 所以他确实 就是LM这个函数 它可以跑出 我们想要的回归值 OK 那其实 你也可以把这个画张图 我这里没有画 我后面有画 我们看一下函数 我们看一下他的函数 而且这里 我记得是A B S 9 A-B-line 这个函数可以画那个回归出来的结果的图 我们稍微画一下 A-B-line,然后呢,S-Y-model 可以 稍微看一下 好,我们确认一下,确认一下,看一下原始 我直接看我们抓Boss好了,因为这里还乱点乱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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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ADLINE就是把那条线画出来 所以它有A和B A是拮据 B是斜律 OK 所以只要把拮据和斜律给上就可以了 那应该有问题 ADLINE Ma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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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它的翻譯 這裡可以畫 所以我們把下處 稍微長一下 翻譯 翻譯 等我查清楚 再跟柯貝講 那各位先做一下 剛剛這個 就是我們做出來 其實已經做出來 就是最後那條線畫出來 那你做的事情 我們稍微再重複一點 各位剛剛有些同學在摸到 來我們的課本 這裡 這裡 我們 再 這一章 再講 線性回歸 那線性回歸 到處第二章 那 你稍微試一下 測一些指令 扯下 把它放上去 把它放上去 然後呢 去做出一組S樣本 然後再做出一組Y樣本 這個Y樣本跟S樣本有線性關係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plot SY OK 你會發現它有線性關係 那有線性關係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跑回歸 跑回歸 好 列出SY之後呢 我們就對SY跑回歸 回歸的方式是用LM這個函數 這個中間是一個蚯蚓號 然後 用這個蚯蚓號 然後你要跑回歸的資料是哪裡 要 上去 然後呢 這樣它就跑完了 你會看到 它找出解峻是1 係數是3 就1加3s 就是Y等於1加3s 那所以呢 現在我 稍微 下一個 比較 比較亂的東西給各位 什麼是比較亂的呢 我用A等於 A等於 最後 喢 聥 Sはナチュー1 1到10 一樣1到10 然後 一組就好 也就是說我找一個係數A 但是 但是我不想让各位知道它是多少 所以我们乱数 我另外找一组B等于sample 一样1到10 1 接下来我们用这一组来产生样本 等一下 接下来我们产生一组S样本 它一样是1到10 然后产生25个样本 OK,replace 好,接下来呢 再用y等于A加上B乘以S 去产生一组Y 那你就可以列出S和Y 那这时候呢 这个很明显 这组S和Y 很明显 看一下 B等于1到11 对,这组S和Y非常明显 那你可以跑回归一下看看 跑一下回归看看它是多少 你也可以先画一下图 你也可以先画一下图 OK,画出来在这里 甚至它的图 那其实这样几乎已经拆到了 你看它后面都是0 所以因为这个 这个B乘以S暂时取得太容易拆了一点 好,OK 所以呢 我们画出来是这样 我们去跑回归 那我们就可以 可以来问大家 到底它的 这个系数是多少 这个系数是多少 OK,那我们用 好,请问 请问 这一组方程是 Y等于A加BS A和B各是多少 两个都是10 两个都是10 答案是10加10S 所以你才会看到 这个结果都是 后面都是0 非常明显 10加10S 好不好 10加2乘以10就30 10加7乘以10就80 OK 所以很明显 它是10加10S 非常非常明显 可是我为什么这么幸运 都取到10呢 Sample1到10 取1 照理讲 这两个都是10的机会 应该不大 再做一次 按一下 这次就没去到10 所以刚刚真的超幸运 好,这就不会那么容易拆了 S等于这个 Y等于 A加BS 然后呢 形成方向 之后 搞回归 好 这时候 我们把它的一下 好 把它的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那各位觉得 那各位觉得这是 线性回归 应该是 係数是 A和B 各是多少 有没有人 能看图 就猜出来 有人能看图 就猜出来 这个A和B 应该是多少 斜律 稍微看一下 你看这样子的斜律 这边 从0到10 这边从10到50 有没有 从10到50 所以我猜 斜律是4 对吧 斜律是4 那 结局呢 结局可能在10以下 对啊 因为这里是10 所以结局在10以下 但是应该不会到0 因为0还有一大段 这里才 这里才会是0 所以 结局可能在7或8左右 所以这条线 应该是 比如说 7加上4x 就y等于7加4s左右 但是我们 直接看一下答案 到底这条线是多少 我们把model 打一下 4加5s 4加5s 所以我们稍微猜错了一点 他的斜律有到5 他的斜律有到5 然后 结局是4 我刚才7加4s 所以 点净不太准 所以4加5s 才是这个违规线的斜律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像这样的方式去试试看 然后你去猜一下 你自己的斜律 然后再看一下 我把这个贴上去 那各位可以自己 用这些指令稍微试一下 稍微试一下 然后你去看看 我猜的对不对 在plot出来的时候 你就去猜 然后猜完之后 你再打model去看 OK 到底我猜的对不对 各位试试看 谢谢大家